大家好,來到智庫通的知識寶庫 上星期就跟一位經營社企的朋友聊他的故事 由一個社工身份轉而成立一個基層婦女所組成的車衣團隊 有一間社企報社,經歷了十年後 究竟將來的發展會怎樣 想持續經營下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有甚麼難題要一一克服呢 今天再跟他聊一下 Ricco,再次歡迎你 Hello 做過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當然會一團火燒得很厲害 相信這十年來 上星期也有說過 你們自己的轉變都很大 社企都是要營運的 都是要有收入 要有持續經營 所以其實由最初 你們很簡單的一些改生服務 到之後有很多的特別訂製 可能因應著時代的轉變 產品又不同 我看到最近你們是連傢俬那邊 真的試過了很多東西 嘀嘀碰碰 試一下又錯一下 試一下又錯一下 但這十年來 你覺得你遇過一些最棘手的問題 或者最難搞的是甚麼 因為我們過去做生意的 就是疫情這一仗 真是頂不住了 但譬如社企有沒有這些問題 或者其實可能有一些問題更加大 我們都聽到最近因為疫情底下 其實都有好幾十間社企 其實是關閉了 其實都看到不同社企 可能他們做一些不同的性質服務 在疫情底下的影響真的會很不同 如果你說疫情底下對布社的影響 反而我們是好一點點的 因為我估計是我們布製品 剛剛配合過疫情 我們做一些雙盒的產品 當時我們會做布口罩 我們又試過幫台灣醫生做一些手術模 醫護裝備 是的 醫護裝備 因為疫情底下 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人 找我們去做一些不同的製品 不同需要的製品 反而就多了人認識布社 這個反而對於我們來說是少許的機會 是的 但如果剛才你看到困難的部分 其實看見很不同 譬如我們一開始成立布社的時候 社會氣氛對於獨生訂造的概念 其實是不太支持的 是的 支持度不太高 因為大家可能想買一些比較便宜的產品 或是覺得手術的產品 或是獨生訂造一定是價格不貴的等等 未必那種欣賞程度那麼高 或是大家會想去做那種個人化獨特性 會想做一個獨一模擬的產品 那個想法會那麼強 10年前可能你跟人說 你在這裡選布 我幫你穿個袋 那時候是否簡直說沒有人理睬你 其實我們落到開真的反應有眼淡 是的 但你們10年前也有勇氣擺去 是的 因為真的覺得不是 這個是有一個獨特之處 是的 獨特之處在 因為真的做過一件事是獨一模擬 就是你自己 你想要的東西 以及用布藝這種元素 是可以解決到生活困難 我覺得是有它的意義在那裡 就是為什麼你不懂得欣賞呢 是的 又說是那時候還沒去到想 為什麼不懂得欣賞 會覺得 啊 究竟怎樣才可以推廣到這件事呢 但是近這五年時間 就是近幾年 熬了五年 是的 是的 是好了的 是的 整個氣氛好了 就是大家會多了會覺得 啊 我想做自己獨一模擬的東西 是的 可能會放多一點錢去購誌 他們都會覺得OK的 是的 會接受的 那這個轉變對於我們整個布石的發展都影響 這個其實會不會是源自於就是 由外面進來的呢 因為你看到香港有多了很多的創意市集 其實這個模式可能是在日本、韓國、台灣 一向都有比較上多一點的 就是他們真的覺得所有東西都應該是訂製 或者是個性化一點的 這個傳進來之後 你們就看到轉變就真的大了很多 是的 過往其實要找一些虛事去參加 並不是那麼容易 在香港也很少 是的 很少的 我們試過要去到大埔要上山的一個書院 我們去再搞一個虛事 我們是要找虛事其實真的不容易 但近兩三年是多了很多不同的虛事 很多手作虛 並且大家會吸引一班支持手作 支持一些可能是不同創意的東西 大家不同理念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這樣的平台 這種平台的支持其實都有助於這個空間的發展 即是怎樣可以將一些 大家未必是大規模 可能是小規模地將不同的理念 去製作他們的產品 有些可能是製作花、製作布 製作不同的東西都有 這些平台是很大足足的 其實現在大家就反而很想捉緊一些 即是你很擔心會失去的東西 其實譬如手作這些 是這麼花時間你都說 大規模生產的話 成本低那麼多 價格又便宜那麼多 但我們去珍惜的 其實可能依依 首先要幫你去選一塊布 幫你想怎樣做 其實他們的生產量都有限 一天可能只會出到一件作品 是的 並且可能有時有些客人朋友 他告訴你他只是想做那件事 但其實他未必很仔細 會知道究竟怎樣去做到那件事 可能我們這些就要用很多時間去談 究竟他真的需要是甚麼 我怎樣的布製品 其實原來他就這樣開始說的想法 是做不到的 因為在車工上面 那怎樣才做到呢 或者是我們可能要在過程中 都會做一個教學 那些布料是怎樣的 你的需要可能是甚麼布料 給你適合你 你這個不可以的 那這種的過程 Ripro 會不會另一方面 就是競爭呢 由以前 其實可能是大家未接受這件事 少人做 少人做就可能也少競爭 同時也少生意 但到現在 大家都很熱衷於手作這件事 你們面對的競爭可能是 我們剛才說的 其他地方 還有就是香港本身的 創意市集或者手作市集 都數量越來越多 可能是未必要有一個團隊 我自己喜歡這件事 我都可以去做 那其實怎樣去衡量 或者你覺得身處於這個環境當中的變化 真的多人喜歡了 但是是否真的會叫做多了生意 其實我們 所以我想在發展裡面 我們都開了幾個方向 就是改衣服方向 我們會繼續有 因為有些不同類型的改衣服 我們都會繼續做 另外我們製造一些產品 在這個市場上 真的多了很多不同類 但是可能在這個部分上 我們會做得會 想怎樣去做一個獨特性 做一些特別一點的製品 還有我們會加多一點 獨特性訂造元素 然後另一方面 我們會再開拓接一些訂單 可能那些是比較大量 就不只是數量 即是少數手作那種訂單製品 然後另一邊商 我們都會做一些工作坊 我們都會去做一些馮恩的推廣 幾個方向 用不同的方向發展 再去compensate剛才你說的問題 你覺得這十年 由最初去想 怎樣找生意回來 可能你自己一些個人的內在改變 就是最初社工 我怎樣需要想找生意呢 但現在可能是 做一間的 都是企業的 那你就要想怎樣做生意 那種難一點 還是有其他營運上的困難呢 兩者很互惠的 是的 因為我想要調整到自己的心態 怎樣可以向外跨出去 那又才能夠可以迎接到一些訂單 那是不斷地 是的 不斷地拉扯地前進 但你自己內心其實真的有 有幾長時間是覺得 原來是很難跨出去的 比想像中難 最初可能 理念就是 我總而知是要服務這班 基層的婦女 要去幫助她們 但原來用你一種方法幫助 不是社工那種輔導 原來是很難的 要自己多走一步走出去的事 是的 試過也有一段時間 自己挺疑惑的 因為我猜是 聽到我明明是做服務的 我明明是這個範圍 突然間要做這麼多 學這麼多不懂的東西 其實有段時間也覺得 很難 我真的能做到的 不如是否真的做呢 是否堅持下去呢 是的 有段時間也挺是 我想亦都在發展裏面 剛才可能是說Ee那種 Ee 大家那種互相的支援支援 當有氣餒的時候 Ee就說 不是啊 大家會想到一些新的創意 好啊 試一下吧 就是這樣去繼續堅持下去 是的 有沒有一刻你覺得 不行了 我其實做回社工 我都是做到這件事 不過真的不同 有沒有想過這一步 有的 真的有的 有的 是的 這個的 但是最終都選擇 繼續堅持 是不放棄下去的 因為我想是 現在 我想是 困難有很多 但是已建立的 亦都有很多不同 而且也不僅僅是自己一個人一個東西 還有可能成為Ee一齊建立的東西 亦都不是那麼容易一句 自己放手放棄的狀態 不過我們說到 就是說Ee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去啟發到你 稍後回來 我也想和Ricco一齊討論 我們在說營運一間社企 有履行一些社會責任的時候 我們都很想知道 究竟他們最渴望 或者最需要的幫助是甚麼呢 我們怎樣可以做多些呢 稍後回來再談吧 繼續回到來自負通的知識寶負 Ricco 無論是在做社工 還是在做社企的時候 其實你都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婦女 我都知道她們有不同的需要 你覺得婦女的發展 近這10年 可能由報社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有甚麼改變 可能說最初基層婦女 找你需要幫助的地方 跟現在你接觸到她們所需要的東西 有沒有甚麼不同 我一開始接觸這班基層婦女 她們都不乏 可能有很多是一些單身婦女 一些新來港婦女 我想在當時 其實社會的氣氛 歧視這件事仍然很存在 而可能那個歧視背後 就未必很仔細看她們背後的故事 那時候其實有一點點 硬頸的性質 我想是那時候覺得 其實你再看她們的背後故事 其實她們不是可能在社會營造 那種形象感 又如何可以彰顯到她們正面 好的面出來呢 所以建立了報社這個平台 但是可能再慢慢 再去可能想去發展那件事 婦女很多時都受著那個家庭干運 要照顧家 照顧小朋友 很大的自我發展的限制 這個在於依依她們都一樣 很多時候她們一開始 沒有這個平台的時候 她們都說 我沒有想著會再車的東西 我哪有時間 我要照顧家 或者她們家是核心 照顧小朋友是核心 但是她們的能力就會埋沒了 沒有空間再去掘出來 就有一點小心 覺得如何可以掘出來呢 所以在這個平台 見到依依可能參與之後 其實她們那種自信 又或是她們覺得自我被社會肯定 是的 那是怎樣去有尊嚴地 去看回自己的生活 不是在過往那種不愉快的經歷 是好了很多的 我想這一個亦都 我想是 怎樣去用婦女可能 基層婦女 她們本身可能面對著困境下 再去發揮到 不只是看到她們負面的一面 而是我們用這個平台 這種方式 去將她們正面的一面 怎樣去演繹出來 令到她們有這種改變 這個就在你的地區服務當中 有這個體驗 但你覺得整個大環境 有沒有改變了一點呢 沒有過往那種角色那麼實正 婦女就一定是要照顧小朋友 要煮飯的 要回家 只能夠在家 或者你工作之外 其實你的主要角色都是家 我覺得在這麼多年之後 可能今天 我覺得是鬆了一點的 可能大家覺得 婦女都可能在這個 公仔環境的情況下 其實都需要工作 肯定多了這個工作的角色 但你是不是等於 那種照顧家庭崗位上 那種責任的平衡 可能在兩性上 我就覺得不是完全是的 還要有待再改變的情況 所以報社的另一個角色 亦都有一個教育 可能令婦女都明白到 不是要選擇去放棄哪邊 而是怎樣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都很重要 例如你接觸這麼多基層困難 或者是一些服務隊長 甚至乎現在不是員工 而是你的團隊的成員 其實有沒有哪些故事 令到你也有好心的啟發 因為我都很記得你曾經有說過 其實每件產品或每個人背後 都一定有一些故事 例如影響了她的生活 或者對她的一些正面改變的變化 我想其中是 譬如我們有依依 剛才提到 可能她一開始參與報社的時候 正正可能是她自身有很多生活困難的時候 她那時候可能是無論她的情緒 她的生活的困難都很多 在一個未必很開心的狀態 但她很喜歡車的東西 她是覺得車的生活 身體的一部份那麼嚴重 可能在這個平台裡面 其實她持續去參與的時候 那個feedback有時候 不是我們可能同工 或者不可以我們去賺的意見 而是她做完那件事 有社區人士或事 她再做那個製品給客人 那個客人欣賞的feedback 那個feedfeed是很開心的 我估計是看到依依依一種的開心 那個是她自己努力底下 我們自己建立一個平台 但她自身她的努力底下 而去做到這一種的改變 而獲得這一種的肯定滿足 這件事 我對她來說是意義大的 是的 但有沒有試過另一些情景 可能就是你也很想去幫助一些醫治 她也有這一方面的技能 但她可能基於某一些環境條件 甚至乎在一些思想上 她會覺得我也是不想接觸 或者是擔心 不知道其他人怎樣 有的 因為在我們一直發展以來 其實不是一開始就已經是規模 可能是現在的模式 我們一開始其實真的很地區服務模式 變成大家的參與 其實我們有很多是義工的身份 我們會是一個一齊建立的身份 社員 可能如果有意義在生活上 有經濟需要的時候 其實她就不會有這種時間 不會這樣去參與一起建立 所以肯定有不同意區的人去參與 這個也是我們報社其中一個發展的得意之處 會有很多人來來往往 但大家都會一起去建設這個地方 因為始終每個人當下那一刻 其實最需要的東西 可能真的有些不同 亦都尊重和理解每個人的選擇 但我想問一下Ricord 其實做地區服務 你說最初都是由地區服務開始 但現在當然會擴展到 不是說真的只是這條村 或者是這一個地區 做地區服務你覺得最好玩 或者是最開心的地方在哪裏 試過我們有些街坊 他有一件衣服 他就改了同一件衣服 改了很多次 都是改在同一個位置 他可能是在前面加布完改 然後再反轉 都是再加布在領位 不斷地改改 可能三四次都是同一個位置 我們就奇怪了 為什麼你每次都改呢 因為衣服也可能改太多 或者太久了 可能質料也有不太好的情況 那麼剛好我們就有些朋友 有一些衣服捐贈給我們 有一些跟他差不多款式的衣服 就知道了 跟間方聊天 不如我們這件衣服送給你 送送給你 那你可以 不用改這件衣服 或者你多替換 他不需要 他無論如何都要改 其實那件衣服已經很長時間 都有點難改 慢慢發現 其實裏面不是那塊布料 不是那個改善 不是那個使用的需要 而是他的感情 即是他那件衣服對你 有很多感情 他可能都會常常穿 他亦都會把他選擇很想穿去補回 那時候他還會說 我還穿得 為什麼不可以再補回 我就是喜歡他 我不要 我不要其他 即是當中 我想在製作上 是很多這些不大件事 但是會可能滿足到 他們生活上的一個情感 或是可能是那種的生活需要 那都是多依類不同的小故事 即是有很多很細微的地方 但其實有很多感動的細緻位在 Riko 布社已經有十年時間了 下一步 其實你有沒有想想做些什麼 或者你覺得 在你的範疇 你現在的角色裏面 還可以怎樣去幫助到 更加多的基層婦女 譬如我們現在都會有多些意外 想一起參與我們的團隊等等 我們都希望可以繼續擴大 可以繼續可以溶養到 多些朋友一起參與 所以其實在發展上 我們都自身 即是繼續努力著 如何去跨出去 再跨遠一點 對 如何去跨出市場 令到真的可以擴大我們的平台 可以更多人一起參與 這是下一步希望現在正在做的事 希望能凝聚到的力量 可以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都說生命影響生命的話 其實我們就需要更加多的 正面的故事 可以令到大家知道 原來其實有很多東西 透過改變 都可以由負面 都有機會變為正面 今天感謝Riko和我們的分享 希望你的布社 可以越做越大之餘 所以你自己都可以越變越強 謝謝Riko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